第978章 诱饵 赤红的火焰在空间之中燃烧生腾着 火光照耀在林栋那张年轻脸庞上 有着光虎反射出来 那唇角上还染着血迹的脸庞 在此时确实有着一种令人感到动容的魄力 这是什么 魔罗的眼睛死死盯着林栋手中的赤红骨牌 好半晌之后放在声音有些沙哑的道 显然现在的他 有些无法从火焰祖福的力量 对灵动无效的现实中回过神来 一旁的雷地也是有些恶然 想来是没有想到 这魔罗最强大的力量竟然是对灵动无效 这种情况即便是吞噬祖福也办不到啊 灵动扬了扬手中的赤红骨牌 这东西自然便是当初 他从那炎主沉睡的空间中所获得的炎神骨牌 而炎主身为火焰祖福的第一任主人 手中的炎神骨牌自然也是拥有着 与火焰祖福相同的力量 而这也是为何先前他能够在 魔罗那最强大的力量下 安然无恙的最主要原因 火焰祖福的第一任主人 炎主所留之物 名叫炎神骨牌 灵动轻声道 炎神骨牌 原来是炎主的东西 魔罗紧皱的眉头 这才缓缓地舒展开来 玄机无奈地摇摇头 虽说对于火焰祖福的掌控 现在的他也算是炉火纯青 但显然比起 那在远古当中都是巅峰般存在的炎主 他还是差上了一些 这炎神骨牌 仅仅只对火焰祖福的攻击免疫 若是魔罗前辈 先前只是动用本身的转轮镜势力 发动攻击的话 这第三招 我怕是接不下来 灵动笑道 此话他倒没说假 现在的他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底牌与手段 唯一所能够动用的便是炎神骨牌 而这也得 魔罗催动火焰祖福攻击 才有可能奏效 说来这也算是一场赌博 但幸运的是 灵动赌赢了 不想让出雷霆祖福的魔罗 最终还是动用了他最强大的力量 但却是未能料到 这所谓的最强力量 却刚好是对灵动毫无效果 好个厉害的小家伙 魔罗 你居然输了 雷帝忍不住地赞叹道 这种结局 最让人感到惊艳 谁能想到 一个转轮镜的祖父掌控者 竟然会输在一个不过升旋镜小城的小背手中 虽说这只是三招之约 但若是传出去 绝对足以让得灵动 明镇落魔海 魔罗失神了片刻 中士叹了一口气 旋即摇摇头 说道 你的确赢了 灵动文言 眼中顿时地有着狂喜涌出来 浑身散发而出的剧痛 也在此刻被淡化了许多 他知道 以魔罗的身份心情 断然是不会做出反悔之事 那这样说来 他竟是真的 在魔罗手中赢得了 雷霆祖父的归属权 魔罗望着激动的灵动 也是忍不住的苦笑一声 这个结局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过 不过 魔罗抬头望着那 巡浮天空的千丈雷日 双目微微一眯 沉默半上 说道 雷霆祖父可以归你 但我需要取走一道 雷霆祖父的本源 取走一道雷霆祖父本源 文言临动一正 你究竟想做什么 你若是取走了雷霆祖父的一道本源 那这雷霆祖父便无法算是彻底的圆满 一旁的雷霆眉头照起 沉声道 我有我的计划 而这计划当中 如果没有了雷霆祖父 那至少也得需要他的一道本源之力 魔罗道 为什么 林栋问道 因为我需要他来当作诱饵 魔罗淡淡地道 诱饵 文言临动眼神一明 如今这天地间隐藏着诸多一魔 他们是极大的隐患 而我们对付他们的情报却是极少 此次我便是打算以雷霆祖父作为诱饵 将一些一魔引诱出来 当然如今雷霆祖父已是属女之物 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取一道雷霆本源 将其伪装成雷霆祖父 魔罗道 林栋面色微变 显然是没有想到 这魔罗竟然主动地将一魔招眼出来 他难道就不怕他阎神殿也冲到雷霆的覆辙吗 这种事情显然是有点引火烧身的 这件事情 清智也会参与 魔罗看着林栋说道 清智前辈 文言林栋一愣 你们倒是有些魄力 居然是打算以雷霆祖父作诱饵 引导一魔 雷霆面色也是相当的凝重 即便是他 也是因为魔罗的大胆而有些吃惊 这些年来 一魔的情绩越来越诡异 这让我感觉到一丝不安 此番我便是打算设一张网 将一些一魔引导出来 或许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情报 魔罗说道 所以得不到雷霆祖父 我便只能退而求其次 林栋沉默片刻后轻声道 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开始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我也会去阎神殿 我会守着那道雷霆本源 不管计划成功还是失败 我会收回它 林栋沉声道 虽说仅仅缺走一道雷霆本源 并不伤及雷霆祖父根本 但那终归是会让得雷霆祖父 变得不圆满 而林栋显然也不可能 会同意让完美的雷霆祖父出现缺陷 魔罗略作犹豫 旋即点了点头 那便请魔罗前辈取走一道雷霆本源吧 林栋深吸一口气 说道 多谢了 魔罗缓缓点头 旋即也就不再废话 身形移动 并是出现在了那千丈雷日之前 双手抓出 竟是化为两道巨大的火焰之掌 然后一把探进雷日之中 璀璨的雷光自其中疯狂地闪烁着 伴上后 那火焰之掌方才缓缓地探出 而自那掌心间 此时确实多出了一团 璀璨到极点的雷光 雷光不断地扭曲 隐约间 似乎变成了一道古老的符文 一种奇特的波动散发出来 这种祖父本源 只能在其污主状态时候 方才能够使用其他祖父的力量 将其剥夺出来 不过总体说来 缺少了一道 不算太大的缺陷 雷帝在一旁说道 林栋微微点头 轻声道 不过 我会让他再度完美的 天空之上 在将一道雷霆本源 在那雷霆祖父中 剥离出来后 摩罗绣袍一挥 便是将其收好 身形一动 便是再度地出现在林栋面前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便不在此处多留了 希望你能够将雷霆祖父 炼化成功 三个月后 若是你不来阎神殿 便说明你多半已是失败了 下次我会再来此处 将雷霆祖父取走 摩罗看着林栋 说道 林栋点点头 他明白 炼化雷霆祖父的胸前 若是失败的话 或许他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雷霆 告辞了 摩罗转头 对着雷霆一抱拳 说道 希望你能够成功 不能拥你们这些其他的祖父掌控者并肩作战 倒是有些遗憾 雷霆含笑道 我会斩进世间的一切一摩 摩罗声音平缓 但却是有着无法置疑的坚定 那份魄里让他一旁的林栋都是微微动容 告辞 摩罗再度抱拳 深深地看了林栋一眼 身形一转便是化为一道火光远滤而去 最后撕裂空间消失不见 林栋望着摩罗消失的身影 袖中手掌却是缓缓紧握 他能够感觉到 在三个月之后 这落摩海 恐怕会有着大事情发生了 小家伙 享受你的战利品吧 当然 若是你能够成功的话 雷霆微笑 玄机目光缅怀地望着 天空上那巨大雷日 喃喃道 你这个新主任 想来雷霆祖福 也会挺满意的 林栋也是抬头 望着那轮雷日 玄机他的眼神逐渐坚定 这么多年 他终于是找到了第二枚祖福 不管炼花的过程 有着多么的艰难 但他也绝对不会放弃 想到此处 林栋深吸了一口气 玄机脚踏虚空 一步步地走向那轮千丈的雷日 而后他的身影 则是在木陵山紧张的目光中 逐渐地消失在了 那璀璨雷日之内 雷霆祖福的恋话正式开始 武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栋乾坤 第979章 第979章 我自为人 这是一片混沌的世界 天与地 仿佛都是处于一种鸿蒙之中 而林栋的身体 便悬浮在这混沌当中 目光略显茫然地四处打量 孙悸 他手掌握着我 喃喃自语 这是 在雷霆祖福之内吧 明白了原由 林栋倒是逐渐地冷静下来 有了炼化吞噬祖福的经验 他已是明白 想要获得祖福的力量 那便必须获得祖福的认可 而现在应该便是其中的步骤之一吧 像当初 林栋为了获得吞噬祖福的认可 可是在那种孤寂的黑暗当中沉沦了半年 最终方才寻得出路 并且获得吞噬祖福的认可 静下心来 林栋则是直接凌空盘坐 目光安然地注视着这片混沌的世界的演变 混沌在生腾 鸿蒙之中 似乎突然有着浩瀚的能量开始凝聚 再接着寂静之中的混沌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极为突兀的低沉雷鸣 那道雷鸣出始并不响亮 仿佛是出生的婴儿 细微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雷鸣终于是越来越响 到的后来 竟是挥荡在这片混沌的世界中 而在那雷鸣的源头处 林栋见到 混沌当中一缕荧光开始游离浮现 一种古老而强大的波动悄然地诞生 这便是雷鸣祖父的诞生吗 林栋望着 那对混沌中诞生的雷芒若有所思 就在林栋念头刚动时 混沌世界突然变化 周遭混沌立刻化为一片雷鸣世界 万丈庞大的雷鸣如同雷龙一般 不断地从这世界中垂落下来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 林栋逃皮发麻地望着 这震得他灵魂都是有些发抖的雷霆世界 雷界与这里比起来 似乎有着小屋见大屋的感觉了 炎 这东西究竟要怎么过 林栋忍不住地在心中询问道 要获得雷霆祖父的认可 似乎有些痛苦 炎有点虚弱的声音响起 不过在其中 林栋却是听出了一些幸灾乐祸 痛苦 林栋小心翼翼地再度问道 然而就在林栋想要问得更清楚时 这雷霆世界之中 一道足足千丈庞大的雷霆 漠然撕裂天际 洞传虚空 狠狠地对着林栋轰了过去 林栋骇人抬头 漆黑眼瞳中荧光弥漫 在那雷霆可怕的速度下 他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道雷霆重重地轰击在 其身体之上 蓬的一声低沉之声传开 林栋身体顿时地如遭重创 直接是倒飞出千丈 鲜血狂喷雷芒闪烁在他的身体之上 然后疯狂地对着他体内钻去 无法形容的剧痛 在林栋体内蔓延而出 他浑身的骨骼 仿佛都是在此刻 被拿到雷霆所击破 冷汗弥漫着身体 那种剧痛 甚至以林栋的忍耐 都是忍不住地 发出凄厉惨叫 雷霆祖父属性霸道 不似吞噬赌福那般诡异莫测 而想要获得他的认可 并不复杂 被他批十万次不死 便是可以 言轻描淡写的道 十万次 他妈的玩人呢 林栋面色巨变的 玄激再也忍不住地喝口大骂 光是先前那第一道雷霆 便是把他批成这副德行 那十万道雷霆批起来 怕他连渣都不会剩了 你已经进入了这里 想退都不可能 所以 努力吧 言淡淡的声音 直接是让他林栋面色惨白下来 在这里 我怎能给予你的帮助不多 十万道雷霆 别说是你 就算是思宣静的强者 都是能劈成灰烬 不过 有时候 人的毅力 总会比想象中的更强硬的 一里如山 我自微然 千锤百炼 方能成器 言的声音越来越微小 直至最后的彻底散去 言 言 林栋极忙得在心中大喊 但却是再没回应 当即脸都有点发绿了 这家伙就这样的拍拍屁股 不管了吗 而在林栋极罕见 只见得那遥遥天际之上 又是一道千丈雷霆 突然呼啸而下 有如一头猙獰雷龙 狠狠地轰射而来 妈的 林栋面色发绿 愤怒大骂 而骂声刚落 那千丈雷霆 便已是落到了 他的身体之上 雷冥响彻 鲜血横飞 即便是此时的林栋 都是被炸得 皮开肉绽 甚是凄惨 我去你大爷的 林栋被炸得 浑身焦黑 头发倒数 旋即 他牙一咬 抬头望天 咆哮道 咆哮一落 又是一道雷霆 紧碎而下 直接是把林栋 炸飞数千丈 你大爷的 再来 体内传出的粉碎般的剧痛 也是逐渐地 让得林栋眼睛心红起来 那骨子里面的执钮 终是涌了出来 他竟是亮枪地 站起身来 仰天怒骂 那些雷霆 显然是没给林栋客气 一道道 越来越庞大的恐怖雷霆 不断地降落下来 狠狠地披在林栋的身体之上 你大爷 你大娘的 披你全家 雷霆的世界中 无数道犹如雷龙般的雷霆呼啸 最后联名不断地 轰向哪一道渺小的身影 轰隆隆的巨响声回荡在整个世界之中 这般狂轰猛炸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在最开始的时候 林栋还会去数数他被批中了多少次 但到最后来 伴随着体内伤势越来越严重 他的神智也是开始出现模糊 导致于雷霆的树木也是被遗忘 他唯一能够感受到的 便是那弥漫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的剧痛 以及那种生死间的无数次徘徊 而那些雷霆的轰炸下 他体内的骨骼 经脉 仿佛都是彻底的化为粉碎 神智开始模糊 但林栋的身体却并未倒下 深入骨髓般的偏执与倔强 让得他如同玩世一般 不让自己在雷霆轰炸中彻底的迷失与失败 我心如磐石 毅力如山 近乎喃喃般的声音 在林栋的心中不断地回荡 成为了他在可怕的雷霆轰击当中 唯一能够以这样的东西 他的身体在雷霆之下不堪一击 可他的毅力却是不惧雷霆 天空上雷霆依旧是无情而不间断的降落 不知从何射起 林栋的身体开始盘坐在了虚空 他的身体已被雷霆批得近乎彻底毁坏 甚至连经脉之中涌动的原理都是消散殆尽 体内的三大神物同样是在此刻隐匿到了最深处 无法给予林栋任何的帮助 失去了任何保护的林栋 彻底的暴露在了漫天雷霆之中 不过让得人感到奇异的是 虽说他的身体已经近乎达到了毁灭地步 但却最终未能化为灰烬散开 一丝毅力与执念令得此时的林栋 仿佛化为了一片天地丸实 任由风吹雷打 却是依然死守心灵 雷霆依然是在疯狂地降落着 一千岛 五千岛 一万岛 谁也不知道 劈下了多少道雷霆 这是那原本应该化为灰烬的林栋 却是如同那滔天骇浪之中的 一夜偏舟 摇摇欲坠 但却是始终的未能轻浮 时间缓慢地推移 而在那徐空中赤身青年静静盘坐 干苦的身体 却是开始逐渐地 有着淡淡的雷芒散发出来 双手接印导向庄严 隐约间 有着一种类似之前的雷地般的威严 悄然地弥漫而出 《舞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舞动乾坤》 第980章 第980章 十万雷霆驻雷深 雷光弥漫的世界中 一道大约万丈庞大的雷霆 如同雷龙般撕裂天际 然后夹杂着一种 几乎毁灭天地般的声势 狠狠地冲响 最后撞击在 那虚空中盘坐的 萧手身影之上 铺天盖地的雷光 肆意散开 无数电弧 犹如游舌一般的倾斜开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个不停 然而 面对着这般恐怖的袭击 那道萧手身影 竟是纹丝不动 他的身体 如同磐石一般 扎根在那处空间 任何外力 都是无法 撼动他丝毫 甚至连皮肤 都是呈现一种荧光 看上去 是有种 像雷斧之中的那些银尸 不过索性的是 在他的身体上 还有着细微的 生机残留着 雷狐在灵动身体表面 跳跃着 不断地在其浑身 毛孔之中 钻来钻去 原本那黑色的头发 也是在雷光的渲染下 变成了银色 如今的灵动 处于一种 无意识的奇异状态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具身体 一时近乎崩溃 但凭借着心中固守的执念 他却是生生的 将肉体维持在这种 濒临破碎的极限之上 而在这种 破碎的极限维持下 一种相当奇特的变化 方非也是在 悄然地酝酿着 若此时 肉眼能够看见 灵动身体之内的话 便是会发现 他的体内 竟是布满着 无数的银色雷线 这些雷线 缠绕着他的身体 每一块骨骼与肌肉 看上去 如同是一张 紧密的雷网 把灵动的身体 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而每当 有着雷霆轰击到 灵动身体时 这些雷网 便是会 越发地明亮一些 总体说来 现在的灵动 似乎在这数万道 雷霆的轰击下 逐渐地出现了一些异变 而随这种变异 伴随着时间的催移 似乎还在悄然地加剧着 无意识的雷霆世界中 时间的概念 变得极为模糊 灵动并不知道 他在这种状态中 持续了多久 恍惚间 仿若是一年 又恍若是十年 意识昏昏沉沉地飘荡着 但却死守着执念 因为灵动清楚地知道着 若是当这道执念 都是被雷霆所抹灭而去时 那他方才是真正地 陷入了万劫不复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他要变得强大 重回东悬宇 他要告诉那个表面轻傲 内心柔软的女孩 他迟早有一天会强大到 让他仰望的地步 他要告诉那个 活泼如精灵般的女孩 他会守护着 他那纯真无忧的笑容 他要告诉那个 心疼他一个人奴隶的女孩 他的肩膀足以为他扛起一切 所以他不能死 仿佛是不甘地怒吼 突然间在灵动心灵的 深处响彻而起 那浑浑浆浆的意识 也是一颤 一缕阳光 剥开了层层的乌云 照耀在了那昏沉的意识之上 灵动紧闭许久的双目 竟然在此刻突然睁开 璀璨的雷光 自眼中爆发而出 雷鸣之声轰然响彻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道 一时回归 林顿忽然抬头 泛着雷光的眼瞳 望着那雷霆密布的天际 阳天咆哮 最后一道 落下来吧 仿佛是回应着 林顿这咆哮之声 那遥遥天际之上 巫术雷霆 竟是缓缓蠕动起来 最后 一道数万丈旁大的雷霆 开始凝聚成形 震耳欲龙般的龙眼之声 响彻而起 只见到天空上 那庞大的雷霆 竟是化为了一头 数万丈庞大的雷龙 雷龙庞大的身躯 盘踞虚空 那对巨大雷幕 闪烁着雷霆 盯着下方的林顿 那番声势 足以将人惊得 心神俱寒 然而 林顿确实依然不惧 他与那雷龙对视 片刻后 唇角确实有着 一抹疯狂笑容 攀爬起来 接着 他缓缓地 扇展开双手 仿佛在迎接着 那最后一道 天雷之怒 雷龙感觉到了 林顿的这番挑衅 庞大身躯之上 雷霆疯狂地跳动着 最后其身躯 猛然地呼啸而下 雷龙呼啸而下 这片世界 仿佛都是伴随着 他身体的窜出 而颤抖起来 那种声势 近乎毁天灭地 林顿手掌伸展开来 唇角的笑意 越发疯狂 庞大的雷龙 携带着巨大的阴影 最终犹如一枚陨石 狠狠地撞击在了 林顿那毫无防御的身体之上 冬的一声 低沉的声音 在天地间响彻而起 撞击的刹那 林顿的身体 几乎是瞬间崩碎 雪末弥漫开来 尸骨无存 雷龙呼啸而过 最后再接触到大地时 这才在龙吟响彻中 消散而去 回归天地 在其后方 只有这一团雪雾 缓缓飘荡 雪雾静静地飘荡在天空上 这般状态 持续了不知道多长时间 雪雾中 突然有着雷光闪现 一道道密密麻麻的雷线 浮现出来 然后 飞速地蔓延而开 而同时 雪雾开始收缩 尽数地钻进了 那雷线形成的轮廓之中 雪肉在奇异地凝聚 到的最后 银光闪烁间 一具近乎完美的身体 便是静直地 自那雷霆闪烁中 诞生而出 身体的容貌 与林顿依旧是一模一样 只是一种难言的 威严质感 却是悄然地散发出来 那种感觉 有如面对着 天微雷霆一般 林顿低头 他望着这具 经历了十万道 雷霆铸造出来的肉体 眼中先是闪过一抹茫然 旋即双手 缓缓地握拢 拳头握拢 一股可怕的力量 顿时如同 洪荒猛兽一般 自林顿四肢白骨当中 呼啸而过 那种力量 比起以往 更为地凶悍霸道 那种感觉 仿若没有极限一般 林顿抬起头 望着那些 呼啸在天地间的雷霆 此时 对于这些 蕴含着 狂暴能量的雷霆 他竟是没有了 丝毫的忌惮 相反 心中反而是有着一丝 奇特的亲近之感 林顿眼中 雷光闪烁 旋即缓缓地伸出手掌 抓向一道 自前方垂落而下的雷霆 雷霆接触着 林顿的手掌 此次就没有对他 造成任何的伤害 原本桀骜不驯的力量 在林顿手中 却是犹如绵羊一般的温顺 静静地缠绕在 他的手掌上 林顿望着 那安静缠绕在 手掌上的雷霆 唇角也是有着 一抹笑意扩散开来 旋即 他仰望着 那雷霆天空 天际雷霆波动 旋即便是化为 一道巨大的雷霆漩涡 漩涡的中心 一道雷芒射下 而在雷芒的中心 一道古老的符文 随之降落 最终出现在了 林顿的面前 林顿望着 这出现在眼前的 古老雷芙 眼中的激动与狂喜 终是再度掩饰不住 一种舒畅的 极致的大笑声 伴随着雷霆 在这世界之中 回荡而起 因为林顿知道 此时的他 在经历了十万道 雷霆铸造雷伸之后 终是获得了 雷霆祖福的认可 舞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舞动乾坤》 第981章 第981章 炼化雷霆祖福 古老的雷芙 闪烁着雷芒 静静地悬浮在 林顿的前方 而望着 这近在咫尺的 雷霆祖福 即便是以林顿的心性 身体都是因为激动 而忍不住的细微颤抖着 不过 虽说激动 但林顿却并没有伸手 因为他知道 获得雷霆祖福的认可 却并不代表着 他成功了 因为在他的体内 还存在着吞噬祖福 若西洋雷霆祖福 也是吸纳入体的话 两枚祖福的力量 必然会出现一些排斥 而那种排斥的后果 恐怕即便是 林顿如今的肉体再强 都是承受不了 言 林顿眼巴巴地望着 这垂手可得的雷霆祖福 然后在心中呼喊着 想来他也很清楚 两枚祖福 同存一体的危险性 额 获得认可了 真是命大的家伙 言懒洋洋的声音 这次倒是传了出来 只是那声音 听得林顿有些咬牙 现在怎么弄 祖福之力 本就霸道强横异常 产人获得其一 便已是能够 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想要拥有第二枚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 你若是能够达到 我主人福祖的那般实力 即便是同时 掌控八大祖福之力 也并不困难 林顿文言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从远古至今 可就只有出现过一位福祖 他怎么可能去跟他做比较 不过索性 你最先得到的是吞噬祖福 吞噬之力 在八大祖福之中 算是容纳性 最为强大的力量 虽说 要容纳雷霆祖福 依旧是有着不小的危险性 不过幸运的是 你还拥有着祖石 祖石 祖石 还有这作用 文言临动一阵 玄技差异的道 当年我的诞生 便是用雷平衡八大祖福之力 言淡淡的声音中 有着些许难掩的傲气 虽说现在的我 尚未恢复所有力量 但你体内 也就仅仅吞噬祖福 与雷霆祖福而已 想来维持着平衡 应该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临动文言眼中顿时的 有着喜色涌出来 将你的心神沉入霆湾宫 然后把雷霆祖福也收进去 我们共同出手 维持两大祖福之间的平衡 另外 你那停滞不前的精神力 也可以再度借此井喷了 听得此话 临动眼中喜色更浓 我的精神力 也可以增强了吗 临动的精神力 修炼颇为的怪异 虽说他的精神力天赋 就连小雕都是赞不绝口 但自从上一次突飞猛掌之后 如同陷入了平静一般 却始终在难以突破 这让得临动也不免有些尴尬 毕竟他眼下已是 升玄静大成的实力 可精神力却依旧是 停留在天赋师层次 那只不过是相当于 涅槃静的实力 你的精神力之所以停滞不前 只是因为用来供养吞噬祖父而已 不过这并非是平白地吞噬你的精神力 只能算作一种待存 待得时机打倒 他会全部地返还给你 而且比吃了你的更为浑厚 明白了 临动点点头 玄机也就不再犹豫 身形凌空盘坐 双目紧闭 紧接着一片光滑 自其眉心散发出来 前方那悬浮的雷霆祖符 也是化为一道雷光 随之冲进 而在雷霆祖符冲进尼曼宫时 临动也是立即地跟上 尼曼宫内宛如一番喜好天地 庞博的精神力荡漾在其中 而在这尼曼宫的中央天际 一轮黑洞静静悬浮 旋转之间不断地 吞吐着其中所弥漫的精神力 雷光突然打破 小天地内的瓶颈 宛如一颗流星 蛮横地闯进了小天地 最后也是在那天地上 缓缓地吻下 雷霆祖符一进入小天地当中 便是有着雷霆浮现 雷光从天空上弥漫开来 试图霸道地占据一切 而雷霆祖符的这般霸道 自然是不会被吞噬祖符所容忍 当即黑洞旋转 铺天盖地的黑光席卷而出 两股庞大的力量在天空交织 再接着 狂暴的能量波动便是扩散出来 整个小天地都是在那两股力量的冲击下 被掀得天翻地覆 林栋无言地望着这一片狼藉的小天地 他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摩罗反对他拥有着吞噬祖符之后 还想炼化雷霆祖符了 言出手吧 林栋无奈地道 再被这两大家伙这么搞下去的话 他这泥湾宫都得被生生地震暴而去了 嗯 炎的声音在林栋心中响起 再接着 小天地之内 突然有着温和的白光席卷而出 然后 祖石便是出现在了两大祖符之间 平衡之印 炎的身影也是自祖符之上闪现出来 而其双手结印 一道低鹤相撤开来 随着炎的鹤声传出 只见得两道白色光线 突然地自其掌心暴力而出 一道连接着吞噬祖符 一道连接着雷霆祖符 而在两道光线的中央交接之处 一道极为复杂与绘色的光印 缓缓地凝聚出来 光印看上去如同一座天平 微微地摇摆着 但却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的位置 而在天平的两端 仿佛便是雷霆祖符 与吞噬祖符一般 奇特的波动沿着光线 最后灌注进入了两大祖符之内 旋即祖符颤动 天空上互相侵蚀的两股力量 竟是在此时缓缓地交融 林洞望着天空上 终于是不带对抗的两股力量 这才如是众符般地松了一口气 炎说得果然不假 他的确是拥有着平衡 祖符之间力量的神奇效果 当然 林洞也是能够感觉到 这之中有着不小的功劳 是属于吞噬祖符的 若不是他的力量充斥着容纳性 即便是炎 都很难将两枚祖符 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 而伴随着两大祖符的逐渐平稳下来 林洞突然见到 那吞噬祖符竟是突然间 加速旋转起来 而在其旋转间 一股股磅礴如海般的精神里 疯狂地自其中涌了出来 庞大的精神力涌入小天地当中 小天地的面积 则是立刻的开始膨胀 甚至连那风云雷电 都是开始在之中诞生出来 林洞望着这一幕伸开双手 他能够感觉到 这一刻他的精神力 正在一种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 以往的那种质色 在此刻荡然无存 一层层的阻碍 也是在那磅礴如海般的精神力之下 被那势如破珠般的冲破而去 整个小天地都是在此刻 迎来了一种巨大的变化 而在林洞精神力开始暴涨的同时 他的身体之内 也是开始有着浑厚无皮的原力 如同洪水一般滚动起来 如今他的原力当中 多出了一些银色光泽 原力涌动间 竟是有着雷虎闪烁着 充斥着霸道的攻击性 原力呼啸 林洞的身体 也是如同一头苏醒的雄狮 开始爆发出惊人的波动 虚空之中 林洞静静繁琐 磅礴的原力 如同风暴一般 在其周身汇聚 而除了原力之外 浑厚的精神力 也是在轰轰地旋转着 而林洞便是安然地 盘坐于两股力量当中 他的气息 同样是在此刻 节节盘升 《武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肖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动乾坤》 第982章 第982章 实力大进 雷霆闪烁的世界当中 林洞凌空盘坐 那从他体内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一天强过一天 那种实力精进速度 叹为观止 而这种气息的提升 持续了足足五天时间 那盘旋在林洞周身的 磅礴原力 以及精神力 方才逐渐地 有着减弱的迹象 半空当中 当那最后一粒原力 与精神力 钻进林洞身体时 踏踏紧闭了数天的双眼 突然睁开 漆黑双目当中 精芒掠过 旋即迅速地散于乌形 林洞双手 撑着虚空 缓缓地站起身来 而伴随着 他身体的站起 他的体内 竟是有着清脆的 噼里啪啦之声传出来 而伴随着 这些清脆之声传出的 还有着一股 极为凶悍的波动 那种感觉 犹如一头远古的凶手 自那沉睡之中 苏醒一般 林洞感受着 体内那澎湃的力量 忍不住地 深吸了一口气 唇角也是有着 弧度掀起 那种充实的力量之感 前所未有 如今的你 应该已经踏入了 升旋径圆满的层次 距那死旋径 也仅有一步之遥 眼闪现出来 望着林洞 说道 升旋径圆满吗 林洞双掌紧握着 脸庞上有着一股 相当满意之色 四番的修炼成果 显然是相当的喜人 当然提升最大的 还是你的精神力 林洞微微点头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突然周遭的狂风大作 庞博的精神力 瞬间自其泥湾宫之内 席卷而出 在其身旁 化为一道精神力风暴 风暴之中 散发出来的惊人波动 就算是一名死 玄境圆满的强者 都无法匹敌 先浮诗 小城顶峰 林洞一笑 这一次精神力的井喷成长 比起上一次 更为的厉害 不仅直接跨过天浮诗 更是直接的 踏入了先浮诗 小城顶峰的层次 先浮诗的层次 分为小城与大城 但就是这区区两个等级 却是足以媲美 生死玄境 一般说来 精神力达到 先浮诗小城顶峰 便是堪比 生玄境圆满的强者 而若是踏入大城 那便是足以能够 与死玄境强者匹敌 当初林董在玄陵岛上 遇见的那位 叫徐允的先浮诗 其实也不过只是 堪堪踏入了 先浮诗的门槛罢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林董的实力 不仅原理达到了 生玄境圆满的层次 就连精神力 也是踏入了 先浮诗小城的顶峰 两股力量 终是抵达了一种 相对平衡的地步 而凭借着 这两股力量的融合 林董自信 生玄境之内 绝对不会有人 视他的对手 甚至就算是面对着 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他也是能够正面看好 而且此番这具肉体 也是再度被前化了 林董拳头紧握 在他的皮肤之下 能够隐约地看见 一道道 盘踞的青龙光纹 这些光纹数量 粗略看去 便是不下五十道 而且林董能够感觉到 这还并不是他的极限 在他的身体深处 还隐藏着庞大的力量 现在的林董就感觉 自己的这具身体 如同轰轰猛兽 那种爆炸般的力量 仿佛能够将面前的 一切阻拦一拳打爆 这是在承受了 那十万道雷霆之后 林董肉体所获得的强化 总体说来 现在林董的实力 与在进入此处之前相比 显然是有了一种 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雷霆祖福 果然是好东西 林董咧嘴一笑 毕竟这些实力的提升 都只是获得了 雷霆祖福额外的馈赠 在此处 应该有时两个月的时间了 到了出去的时候了 林董伸了一个懒腰 心情愉悦地 打量了一下这片雷霆世界 旋即心神一动 身旁的空间 便是荡漾起波动 而其身形 则是在波动的包裹下 缓缓地消失而去 雷界 原本的千丈雷日 此时也是消散而去 整个雷界当中 那弥漫着惊雷之声 不过 现在的雷界之中的力量 似乎变得 紊乱了许多 空间波荡着 一道人影缓缓浮现 林董目光四扫 却是发现 如今的雷界 已是空无一人 而且 雷界中那些紊乱的力量 也是让得他 眉头为肘 而在林董 为这般变果而皱眉时 一道阴光突然闪绿而来 最后化为一道光影 那是雷地 林董 当你看到这影像时候 想来你应该已经成功地 掌控了雷霆祖符了 恭喜你 我倒是很想看看 拥有着两大祖符的 你的未来会怎么样 可惜 我没有那个时间了 现在的我 已经是彻底地消散在了世间 雷界中的力量 也是在消退 从而变得不稳定 所以 我将那个小女孩 先行送了出去 这是她留给你的 元神灵灵 出去后 你可 以此寻她 雷地声音一落 便是有着一道蓝光 略向林董 然后 化为一枚蓝色林片 出现在林董的面前 你身怀两大祖符 但如今 毕竟实力尚浅 切记 我要轻易暴露 否则必定会有着一抹找上你 以你现在的实力 要守护两大祖符 或许难度不小 呵呵 话不多言 只希望日后 若是这天敌 再遭劫难的时候 你能力挽狂澜 我相信 福祖大人的选择 再见了 面前的影像 缓缓地化为光点散去 那位曾经在天地间 显赫的雷霆祖符掌控者 也是这般彻底地 消散在了这天地之间 林董面色复杂地望着 那些飘散的光点 循迹恭敬地 对着他行了一个 郑重的晚辈之礼 雷霆前辈 一路走好 片刻后 林董抬头 略微收敛了一下心情 再回头看了一眼 这紊乱的雷剑 最后袖袍一挥 空间扭曲 而其身形 也是迅速地消散而去 而随着林董身影的散去 这片雷剑空间 也是再度地变得了无声级 紊乱的力量 等待着他的终结 雷电 当林董再度出现在这里时 四周已是毫无人计 显然在这两个月中 那些寻宝者 也是尽数地退去 先找到灵山吧 林董见状身形移动 便是略出雷电 然后就在他刚刚冲出雷电时 天空上突然有着乌云汇聚而来 狂暴的雷鸣在其中回荡着 风雷节 林董望着那熟悉的一幕 顿时一愣 玄机失笑 他之前精神力暴涨 本该有着风雷节降临 但因为深处那奇异的空间 风雷节也是无法降临 而如今一出来 这东西立刻的便是找上门来 这是多少重风雷节叠加呀 林董面露古怪 他从四眼天浮湿 直接蹦到了仙浮湿小城顶峰 这之间要是要算作风雷节的话 还得多少重啊 想到此处 林董笑着摇摇头 但竟是里都没有理 天空上重重风雷节 身形一动便是对着雷斧之外掠去 而在林董掠出时 天空上无数狂暴的雷霆顿时呼啸而下 对着其追杀而去 滚 林董身形一动猛地转头 眼中雷芒闪烁 一道鹤声突然地刺其嘴中传出 伴随着林董鹤声脱口 奇异的一幕顿时出现 只见得那些呼啸下来的雷霆 竟是在此时栖息凝固 玄机一种惊人的速度到处而出 那番模样仿佛是见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 天空上重重的风雷节一阵阵蠕动 最后便是这般诡异的信任性的消散而去 在掌控着雷霆祖父的林董面前 这些所谓的天威雷霆 却是如同臣子一般 不敢对其又丝毫不遵 林董望着那些消散而去的雷云 唇角微先 或许以这种方式度过风雷节的人 整个天地间也就唯有他一个人吧 想到此处林董也是一笑 身形迅速略出 半晌之后便是冲出了雷斧 出现在了天雷海域当中 而在林董刚刚冲出雷斧时 他心头突然一动 手掌一握 慕灵山给他的原神灵灵便是震动起来 紧接着 他那带着一些急迫的声音便是从中传出 林董哥 别来天雷海域外围的那座天雷岛 九游门 玄天殿 还有园门那三个家伙都在那里等你 我也被他们困住了 他们还有抢手支援过来 你别过来 听得从林片中传出的清脆声音 林董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缓缓消散而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肃杀的冷恋 都在一起吗 哼 也好 省得我到处去找了 林董难难自语 玄机眼神突然森寒下来 身形一动便是化为一道清光 掠上天空 然后迅速的对着那天雷岛所在的方向 暴掠而去 此时杀意冲云霄 武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动乾坤 第983章 第983章 上 敦手 天雷岛 虽说伴随着雷斧寻宝之行的结束 但这天雷岛的区域 却依旧是热闹不减 不少各方强者汇聚在这里 足足两个月时间都未曾有散去的迹象 而他们守在这里 原因无他 只是在等待着一个 占据了雷斧最大宝藏的人出现 而那个人显然便是林洞 虽然最终进入那片空间的 还有着魔罗 那尊在洛摩海中 显赫一时的超级强者 但他们显然不可能去找前者的麻烦 所以 他们想要知道 那雷姐之中究竟有着什么宝贝 还是得从林洞嘴中撬出消息 这天雷岛海域是进入这天雷海域的必经之途 所以他们守在此处 只要林洞语出来 必定难逃 而且 眼下这天雷岛上 九幽门 玄天殿 都是有着强者支援过来 若是林洞再出现 那必然是难逃 被捕之举 在天雷岛上 刺激在天空上 有着一道巨大的阵法弥漫开来 而在阵法中央 形成了光束囚老 而此刻 在那囚牢中 正被困着一名扎着羊脚辫的青衣女童 那赫然便是木灵山 此时的木灵山正愤怒地 抡着生死光盖 狠狠地拍打着光束 但这阵法 却是由整整四名死圈境强者 联手不止 所以 任由他如何地挣扎 都是无法逃出 在阵法的四角方位 刺到人影 面色淡漠地望着木灵山的挣扎 这四人其中两人略显熟悉 正是之前见过的那九幽门的挥发老者 以及玄天殿的中年男子 而另外两人面色冷漠 从他们胸前的图文来看 显然也是九幽门与玄天殿中的强者 而且实力是达到了死圈境小城的地步 两个月了 那个家伙还没有露面 难道被摩罗杀了不成 在阵法的下方 庞号面色略显阴沉 望着天来海域的身处 他原本断掉的手臂 在本身的生玄器滋养 以及一些灵丹的帮助下 一时再度生长出来 摩罗生性霸道 但也相当高傲 应该不可能会动手杀一个小辈 一旁刘湘轩轻轻摇头 说道 这么久没出现 只能说明 他在那雷神界获得了不小的机缘 听得此话 庞号的眼中顿时有着浓浓的嫉妒 与恨意涌出来 咬牙道 该死的林董 该死的摩罗 那雷界中的宝贝 本该是我们的东西 刘湘轩带眉尾肉 不知道为何 他隐喻地感觉到有一些不安 在从雷府出来后 他原本便是叫林区 但爱和宗派内发来指令 一定要获得那从雷界之中 究竟有什么宝贝的情报 显然能够让摩罗都看中的东西 绝对不会是寻常之物 而以摩罗的能耐 在这落摩海中 显然没有什么人敢去向他询问 所以这样一来 就只能把主意打到相对而言 是软柿子的林栋身上了 虽然在见识了林栋的厉害之后 刘湘轩并不认为 这个所谓的软柿子够软 再等半个月吧 实在不行也没办法了 刘湘轩轻声道 虽然他知道 如今在雷岛上 要针对林栋的强者如云 光是他们九幽门与玄天殿 便是共有着四名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而且那原门的三个家伙 也都是处于这个层次 那可就是相当于 七名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这种阵容只要林栋敢出现 恐怕绝对是插尺难逃 是不能拖延下去 宗派内还想让我去 炎之海域呢 庞浩点了眼头说道 文言柳湘轩美眸青闪 问道 炎之海域 是炎神殿举办的 所谓雷之争霸赛吧 庞浩眼神灼热 贪婪的道 是啊 那最终的冠军 可能够获得 那传说之中的雷霆祖符 那可是真正的神物 若是能够获得的话 那日后必定是天地间 顶尖般的存在 那摩罗之所以能够如此霸道 不就是因为 他掌控着火焰祖符吗 刘湘轩淡淡地 瞥了庞浩一眼 说道 冠军 乱魔海的星宿榜中 你我都不过 只是三十名开外 想要争夺冠军 怕是没那么容易 这冠军想来 还是得星宿榜前十的那些妖孽 才有资格争夺 如那严神殿的火仙子唐星莲 万象山的小巷王周泽 还应见的阴魔腾癸 听得那从柳香轩的口中 冒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名头 响彻洛摩海的名字 庞浩的面色 不免有些难看 以及性性 这个世界上 天才总会是不缺少的 虽说他的九幽门 年轻一辈 已算是顶尖 但在整个 洛摩海的星宿榜上 却不过 只排名到第三十多名 而先前柳香轩 所说的那些狠人 却全部都是 前十的存在 面对着这些家伙 即便是 心傲如庞浩 都不得不承认 他们之间 的确是有着不小差距 易灵洞的实力 恐怕能够挤入 星宿榜前二十 不知道 与那些狠人比起来 他能有着多少胜算 刘香轩突然说道 哼 你也太高看那个小子了 星宿榜前二十 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而且 即便他有这个能耐 还是先度过 眼下这死关卡再说吧 盘浩因侧侧地道 刘香轩默然 的确 面对着 机名死轩竟小城强者 就算是 新秀榜排名前十的 那些狠人 都只能退避三舍 更何况临动 在距刘香轩 他们不远处的 一座山峰上 三道人影黯然盘坐 他们面色淡漠 隐约地 有着极为磅礴的 原理波动散发出来 而他们 正则是 那霍原三人 刚才不久 那小丫头手中 那些波动散发出去 有些类似 传信呢 突然间 一头银发的 狸雷淡淡地道 看来 林洞已经从 那雷界中出来了 霍原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以她的性格 若是只要 这小丫头 被困在这天雷倒 必定会来的 四番我们的任务 算是失败 那位大人的波动 已经彻底消散 想来是被 摩罗所抹杀了 霍原目光垂下 说道 那家伙 实力太强了 李雷两人摇摇头 在摩罗面前 他们根本 就没有反抗之力 算了 结局掉林洞 也算是能够补过一些 然后 我们也敢去 沿止海域 霍原道 哦 是阎神殿 搞出的那争霸赛吗 李雷一正 说道 不过 以我们的实力 要争夺冠军 怕是有些不稳吧 这罗摩海 西秀榜上 排名前时的 哪些家伙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宗派内传来消息 华师兄会前去的 冠军之位 应该跑不掉 霍原平淡的道 哦 华师兄居然都被派去了 那倒是十拿九稳了 张教大人可是说过 若是华师兄早出生个百年 当时冬玄与年轻一辈 风光就不会让那道宗的周通独享了 李雷两人有些惊讶的道 那雷亭祖福 若是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便是摩罗自雷界中得到的宝贝 臣是没想到 这雷亭祖福竟然隐藏在这里 霍原微微一致 笑道 不过 虽然不知道那摩罗 为什么舍得把雷亭祖福拿出来 但既然拿了出来 那我道宗就确实不公了 脱了我们的东西 自然是要吐出来 李雷两人也是冷笑道 霍原点点头 刚欲说话 身色突然一变 霍原抬头 目光直指 那天雷海域的深处 唇角突然有着 阴寒之意涌出来 他来了 听得此话 李雷两人神情也是一喜 玄机三战一笑 总算是出来了 有人从天雷海域出来了 在霍原三人发现之后不久 雷岛上突然有着不少惊呼之声响起 然后一道道人影腾空而起 目光灼灼地望着 那海域的深处 在那里突然有着青红破海天际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对着天雷岛方向略来 最后 终是在那一道道 目光注视下 缓缓地停住 清光散去的同时 一名消瘦的青年 便是这般清晰地 出现在了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林栋 你总算是现身了 庞浩目光愿赌的望着 那现身的青年 浓浓沙艺 亦是在此时弥漫而开 武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栋乾坤 第983章 下 第983章 下 救人 林栋脚踏虚空 他面色冰寒地望着 那些自天雷岛上 升腾起来的人影 然后目光一转 便是看向了 岛屿的半空光阵 在那光阵中 他见到了 正愤怒地 砸着光柱的木灵山 见到木灵山 并没有出什么情况 林栋心中 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初木兰将木灵山 交给他 若是让得木灵山 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他实在 不好跟人交代 林栋 多了这么久 你终于 忍不住地 要出来了吗 远处 庞昊掠山半空 他目光愿毒地 望着林栋 冷笑道 看来 断了你一只手臂 还是让你不长记性 林栋看了 这再度活蹦烂跳的 庞昊一眼 淡淡地道 放心 这次我会把力气 都收回来 庞昊面色铁青 森森地道 您说砍了你的四肢 做成人棍泡在罐子里 怎么样 哼 做法挺好的 我可以考虑 给你打造一个 林栋一笑 说道 林栋 现在你还有 牙间嘴里的心情 那九幽门的灰发 老者阴瑟瑟地出言 他顶着林栋 怪笑道 你可知道 这里可是足足的 有着七名死寻境 小城强者 在等着你 七位死寻境小城 林栋目光微眯 视线扫过整座岛屿 的确是在其中 发现了其道 极为强悍的气息 当即微微点头 说道 的确是不小的手笔 林栋 我玄天殿 也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将 在雷界当中 所获得的东西 交出来 我玄天殿 立即离开 那玄天殿的 中年男子 沉生恶道 林栋瞥了他一眼 平淡地道 有摩罗那尊 大人物在一旁 宝贝浑道 我这小辈来享受 中年男子一致 玄济道 看来 你是不打算配合了 既然如此 那也别怪我 玄天殿不客气了 废话少说吧 早点出手 将其寝下来 我九幽门 对从人嘴里套话 挺在行的 等他落到我们手中 说不说 就不是他自己 能够决定的了 挥发老者 冷笑道 你们两人 把这阵法 稳定住就行 这小子 交给我二人来 他声音一落 视线与另外一名 九幽门的 阴旧老者 交织以下 磅礴 远离 几乎瞬间 席卷而出 而后两人 同时的暴流而出 直射临动而去 小子 我看你这次 还如何挣扎 身形略过天际 挥发老者 那蕴含着 浓浓沙翼的贺声 也是突然响扯 临动抬头 目光平淡地望着 那暴流而来的 两名死 宣境小生强者 若是在进入雷界之前 以他的势力 自然不可能 与他们抗衡 但可惜的是 现在他的势力 比起那个时候 同样是 强悍了太多 生玄境圆满 与先夫师 小生顶峰的力量 一是让他 具备即便不使用 任何手段 就是能够 以死玄境 小生强者 抗衡的地步 璀散的清光 自灵动体内涌起 他身形一动 竟是有着 风雷之声相伴着 树道残影 快入鬼魅般的 自虚空浮现 灵动此时的速度 比起以前 无疑是更为的迅猛 身形一动 便是在不少精华声中 出现在了 那挥发老者前方 好快的速度 那挥发老者 见到灵动 这般鬼魅速度 心头也是一惊 这速度 竟是连他都急不上 虽说在雷电之前 他已见识过林栋 展现出 青龙双翼后的 惊人速度 但此时的林栋 却并未动用双翼 便是超越了以往 找死 不过 苏说为林栋的速度 惊讶了一下 但随即 挥发老者眼神 便是阴寒下来 他毕竟是 货真价实的 死玄境小成强者 林栋 要跟他硬拼的话 根本占不了半点便宜 心念闪过 挥发老者 双指并驱 犹如刀剑 庞博的原力席卷而出 瞬间便是化为一柄 仗许长的光剑 剑身之上 丝细萦绕 散发着 惊人的杀伤力 剑身一身 划起刁钻的弧度 刺向林栋的喉咙 然而 面对着挥发老者 这般灵力的攻势 林栋眼中 清光一闪 竟是不闪不闭 手掌抓出 清光萦绕 竟是要以 肉掌相挡 呵呵 唇货 灰发老者 冷笑 那光剑之上 原力再度浑厚 玄机狠狠地 刺在林栋的掌心 剑身一旋 就欲 削断林栋的手掌 锋利的剑气 狠狠地切割在林栋掌心 但却是没有鲜血分出 反而是有着一道 刺耳的声音传出 那番模样 仿佛是劈砍在了 精铁之上一般 这番反应 同样是浪得 灰发老者一惊 急忙地 想要抽剑后退 但那剑身 却是纹丝不动 他抬头 便是见到林栋的脸庞 浮现一抹 冰寒笑容 接着 其握着剑身的手掌 猛然握下 蕁含着灰发老者 磅礴圆里的光剑 竟直接是在此刻 被林栋一肉掌 生生地捏碎崩碎 光剑崩碎 灰发老者 瞳孔一缩 一种不安涌上心头 身形条件反射般的 便是暴退 速度太慢了 不过其身形刚退 眼前空间扭曲 一道鬼魅身影 便是紧贴而来 林栋那泛着 冰寒笑容的脸庞 落在灰发老者眼中 确实有着一些诡异 一道弥漫着 轻光的掌风撕裂空气 带着极为沉重的力量 快落闪电般的 落在那灰发老者 胸膛之上 低沉的声音 传荡而开 那灰发老者 轰隆颠 顿时传出 一道闷哼 身形亮相后退 引来漫天的精华之声 谁都没想到 林栋竟然是能够 在正面交锋中 将一名死寻境强者 打成重伤 小辈 你敢逞凶 死明掌 林栋一掌 震退灰发老者 刚欲追击下沙手 右侧猛地传来 怒吓之声 这见得 那另外一名 九游门的 死玄境小生强者 一是暴流而来 一掌隔空拍出 数十丈庞大的掌印 突然成形 浓郁的死气 残绕在上面 显然 在先前见到 灰发老者吃亏后 这名死玄境小生 强者 亦是收敛了 心中的小觑 出手间 亦是在 动用强横武学 林栋瞥了一眼 那暴流而来的 黑色拳眼 却是离也不离 袖跑一挥 磅礴精神力 如同风暴一般 席卷而出 化为一道 精神力聚首 一把便是 将那黑色拳印抓住 玄机狠狠一握 生生捏嘴 林栋的精神力 亦是先浮尸 小城顶峰 再加上 掺杂着一些 雷霆祖伏的霸道力量 即便是 死玄境 小城强者的攻击 也是最抵挡 好强大的精神力 这一手 立即也是 引来众多的精神 不少人的眼神 有些震动 这与之前 他们所知晓的情况 完全不同 谁也不知道 本就相当棘手的林栋 竟然是在 精神力的造诣上 也是如此强横 林栋对那 众多的惊呼声 却是理都为理 脚尖一点 身形闪烁 便是出现在了 那光阵之前 然后手掌一握 三十道青龙光纹 瞬间的自手臂之上 飞腾而出 如今 林栋修炼出来的 这些青龙光纹 隐约间 掺杂着一些 银色光泽 那种波动 比起以往 更为的 狂暴霸道 显然 雷霆祖伏的炼化 他的那种霸道攻击性 同样开始 同化了林栋所有东西 包括原力 精神力 一拳鸿出 三十道青龙光纹 呼啸而出 震天龙吟响彻 伴随着林栋拳头的鸿出 直接是重重地 轰在了那光束之上 拳头落出 光束疯狂地颤抖着 紧接着 一道道裂纹 竟是如同蜘蛛网一般的 自林栋泉下 蔓延而出 很快的 便是延伸了整个光束 裂缝的蔓延 终是抵达极限 最后砰的一声 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中 爆炸开来 谁能料到 这林栋 不仅只身通过了 两名死玄境强者的阻拦 并且还一拳轰爆了 由另外两名同等级的强者 所维持的阵法 这番实力 比起在那雷电的时候 显然是 强悍了太多太多 看来这两个月 倒是让他 有了不小的机缘 山峰上 霍原望着这一幕 眼神略微的 有点阴沉 从此时林栋的身上 就算是他 都是觉察到了一丝 危险的味道 显然这两个月的时间 林栋似乎成长到了一种 足以威胁到他们的地步 倒是有趣了 霍原缓缓站起身来 而此时 远处天空上的林栋 冰寒的目光 也是转移而来 两人对视 隐约间 有着沙溢与火花 在视线交织间 散发出来 舞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舞动乾坤》 第984章 第984章 朱沙 此时的天雷岛半空 气氛显然是有些凝质 不少人都是眼露震动之色的 望着那半空中 一拳轰爆阵法的林栋 谁都无法料到 或者竟然是能够如此轻松的 通过两名死玄境小生的 强者的封锁 然后一拳再轰爆 由另外两名同等级强者 联手布置的阵法 这般凶悍程度 就算是一名同为死玄境小生的强者 都办不到 而眼下 这林栋 确实做到了 他的实力 变强了 柳湘轩美眸 有些凝重的望着 天空上那道身影 先前林栋 展现出来的实力 显然是远远的 超过了在雷电的时候 这个混蛋 他一定是在雷界中获得了机缘 不然实力 不会长成这样 庞浩咬牙切实 眼中满是嫉妒不甘 他能够感受到 如今的林栋的原理修为 似乎达到了 升玄境圆满 丝毫不弱于他 而且林栋的精神力 也是达到了 先浮尸小城顶峰的层次 不然的话 刚才不可能凭借着精神力 便是挡下了一名 死玄境小生强者的 武学攻击 而林栋现在的升玄境圆满 以及先浮尸小城顶峰的实力 已是具备了 与死玄境小生强者 正面抗衡的资格 再者 他们可都是很清楚 林栋手中有着多少手段 这些手段若是动用起来 他即便是 一眼下他们的阵容 都会感到相当的棘手 林栋哥 木陵山自那光树中略出 急忙落至林栋的身旁 没什么事吧 林栋看了看木陵山 问道 木陵山摇摇头 然后大眼睛愤怒地望着 远处山峰上的货源三人 说道 都是那三个混蛋 我刚出雷府 原本想要在外面等你的 结果就被他们找上 将我困到了这里 林栋微微点头 目光淡漠地望向 山峰中的三人 说道 你们在这里倒也正好 我正担心出来的时候 你们离开了呢 我就得费功夫去找你们 看来你在雷界中 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啊 信心倒被之前足了不少 霍元淡笑一声 玄技他伸了一个懒腰 说道 放心吧 我早便是和你说过 我会把你的尸体 带回东玄域 然后送上道宗的 就怕你们没那份 给我送尸的资格 林栋淡淡地道 玄技他偏过头 望着那九幽门 与玄天殿的强者 说道 我和他们乃是生死仇敌 你们今天若是要在这里插手 那便随你们 不过话放在前面 既然动了手 那代价便自己承受 刘湘轩美眸轻闪 而那盘昊却是怒笑一声 说道 林栋 你当你是谁啊 凭你这点力量 也敢和我九幽门叫板 长老 杀了他 伴随着盘昊立声落下 那灰发老者两人眼神 也是突然阴寒下来 先前被林栋击退 已是让得他们心头怒火涌动 眼下自然是要找回场子 灵珊 你退开 小心一些 林栋望着 那眼神阴寒的灰发老者两人 深吸的一口气 双目的深处 终是有着杀意涌出来 既然这九幽门咄咄逼人 那他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林栋哥 小心点 还需要生死灌溉吗 木灵珊点点头 说道 不用 林栋摇摇头 手掌一握 雷霆轰然响彻 那雷霆拳杖便是闪现出来 顿时 一股惊人的波动散发而出 这雷霆拳杖的攻击力 极为霸道蛮横 并不比生死灌溉弱多少 再者 那生死灌溉相当奇异 除了木灵珊之外 旁人根本无法发挥出太多力量 与其如此 还不如用着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雷霆拳杖 雷霆拳杖 这拳杖一出现 便是在岛屿的半空 引起不少哗然声 一些目光泛着炙热与贪婪的射来 杀了这个小子 那灰发老者两人 望着那手握雷霆杖杖的雷霆 眼神一鸣 旋即揭示政策下来 在雷电的时候 他便是见识过雷霆杖杖的威力 而现在的雷霆 比起那时候更是要强横许多 虽说他们占着人多之忧 但若是在小区雷霆的话 先前一幕必定还会重现 一起出手 灰发老者两人对视 眼中含义涌动 手掌一握便是有着一柄 泛着寒气的黑色长进闪现 看起波动 显然也是威力不弱的灵宝 两人几乎是瞬间暴力而出 磅礴源里涌动 两道灵力剑刚 闪电般的洞传徐空 呈交叉状 对着灵动的咽喉切割而去 然而 面对着两人的灵力攻势 灵动手中雷地权杖倾斜下来 任由那剑芒狠狠地劈砍在杖身之上 火花爆射间 而其身体却是纹丝不动 既然你们对雷地权杖如此垂浅 那便让你们见识一下 他的真正力量 灵动眼神泛寒 手掌紧握着雷地权杖 只见得璀璨的雷光 顿时自其上闪烁起来 这雷地权杖本就是以雷霆祖符的力量铸造而成 而如今炼化了雷霆祖符的灵动 自然是能够轻易地将他的力量尽数地展现出来 伴随着雷光在极上闪烁 那雷地权杖顶部处 那九条雷龙则是仿佛复活一般 仰天发出雷鸣之声 雷龙锁天杖 冷鹤之声突然自灵动嘴中响彻而起 旋即那雷光铺天盖地在清醒而开 只见得两条雷龙突然挣扎着 自那权杖之上腾飞而出 摇身一变 便刷为一道数百丈庞大的巨大雷杖 雷霆疯狂地从上面降落下来 波动骇人 两道雷杖一出现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是怒轮而下 狠狠地对折 那灰发牢者两人砸了下去 杖身过处 空间都是扭曲起来 刺耳的音宝之声不断响起 小心 那灰发牢者两人 望着那扇下来的雷杖 面色也是异常的凝重 从那上面 他们觉察到了一股 相当狂暴的力量 磅礴源里自两人体内迅速涌出 循迹他们手中的黑色长剑 也是迎风暴涨 带起陶天剑光 各自重重地劈砍向了 一道雷杖光影 剑杖相交 震耳欲聋的声音 携带着狂暴的能量波动 飞快地自天空上席卷而开 再接着 众人便是剑道 那交接处 亮到剑光迅速地崩溃 那灰发牢者两人的身体 也是狠狠的道飞而出 手中的黑色长剑都是在此刻崩碎而去 众人变色 那雷荡之危竟然可怕到了这种地步 林洞面色冷味的望着 那狼狈倒飞而出的两人 两人的气息都是有些紊乱 显然被先前的仪仗所伤 而这般时候显示下杀手的最好机会 这种时候再讲所谓仁慈 可是一件极为愚蠢的事情 想到此处林洞身体之上 突然有着璀璨雷光涌现 紧接着其眉心处 一道雷光蠕动着浮现 玄机一道闪烁着雷芒的妖眼 便是诡异地浮现出来 一种极为霸道的能量波动 随之散发而去 雷眼之中蕴含着雷霆的世界 但其中却是毫无任何人类情绪 仿佛天雷之怒 神雷珠魔眼 冰冷鹤声在林洞心中响彻 玄机那雷眼当中 猛地有着惊雷响彻 两道颜色灰暗的雷光突然暴流而出 雷光灰暗定不起眼 但在那之中却是蕴含着一种 令人胆战心惊般的灰灭波动 林洞的荒芜妖眼 在经过雷霆之心 以及雷霆祖父的力量淬炼之后 显然是被强化得相当的厉害 灰暗雷光速度快得无法形容 一些人仅仅只能听见天空上雷声响彻 再接着远处的灰发老者两人身体之上 血雾突兀炸开 在他们的心脏部位 却是诡异地出现了两个人头大小的血洞 灰发老者两人艰难地低头 目光骇人地望着胸口处的血洞 脸庞上有着浓浓的恐惧涌出来 他们没想到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灵动的实力 竟已经恐怖到了这种层次 他们脸庞上的恐惧越来越盛 到的最后似是想要说什么 可喉咙却是犹如被捏住一般 面色越来越苍白 最后身体突然凝固 而生脊也是如同潮水一般的 自他们体内消退而去 短短数分钟 两名死宣境的强者陨落了 整个岛屿一片死寂 舞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永波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舞动乾坤 第九百八十五章 第九百八十五章 狠手段 死寂笼罩在天雷岛 原本岛上的一些嘈杂之声 也是在此刻悄然在散去 一道道目光略为有些失神的望着 那从天空上坠落下来的 两道逐渐冰冷的尸体 谁能想到 在这之前那可是两名货真价实的 死宣境强者 仅仅两招 此番出手 林栋并没有再做任何的试探攻势 而是直接的动用了两大杀招 而且效果也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从林栋抵达天雷岛 最开始与灰发老者两人交手直到现在 期间不过短短十数分钟 可那胜负结果毅然分出 雷帝玄掌 以及刚刚由荒芜妖眼前后而来的雷神珠魔眼 他们的处女秀显示让所有人 甚至包括林栋在内 都是感到震动与惊艳 怎么可能 旁号面色煞白的望着 那直接被林栋所斩杀的灰发老者两人 他们的体内闪烁着狂暴的雷光 显然在被击杀的那一刻 即便是他们体内的元神 都是被雷光所摧毁 林栋下手的狠辣程度超出了旁号的预料 那些九油门的强者 同样是面色惶恐 再不负先前的居傲 两名死玄境强者被杀的事实 让得他们彻底的明白了 眼下这尊杀神 似乎并不是他们这些人马 所能够对付的 一团隐隐掺杀着雷光的白气 从林栋嘴中喷出 先前两大杀招 同样是令得他体内元力有些沸腾 他并没有想到 在真正动用雷地权杖 与雷神珠魔眼时 他们的威力会如此的厉害 想来这一点 就连那灰发老者两人都是没有料到 不然的话 轻力之下 他们也不至于会败得如此之惨 但可惜这个世界上 可没有什么后悔要吃 我给过你们机会 天空上林栋缓缓低头 面无表情地望着庞昊等人 手中的雷地权杖再度紧握 璀璨的雷光在上面急速地跳跃着 释放着狂暴的波动 林栋 你想干什么 庞昊见到林栋 那不寒丝毫情感的双瞳 心头突然一寒 力声道 在其周早 那些九幽门的强者 也是急忙地 簇拥在庞昊身旁 目楼警惕地盯着林栋 你敢杀我 我九幽门必定 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在说 这些蠢到极点的话吗 林栋望着 那面色有些苍白的庞昊 唇角掀起一抹 蕴含着嘲讽的弧度 下一霎 其眼神突然冰寒 身形一动 便是凭空的 消失而去 小心 那些九幽门强者 见到林栋身形消失 灭色顿时俱变 而就在 他们鹤身刚刚落下时 头顶上空 惊雷突然响彻 一道璀璨雷光 再度化为百丈庞大的 雷之障影 然后夹杂着 异常狂暴的力量 狠狠地砸了下去 众多强者急忙联手 浑厚原力暴涌而出 然而这才刚刚接触到那雷杖 一道霸道的 无法言语的力量 便是疯狂地轻视下来 当即诸多防御 瞬间崩溃 一道道人影 口吐鲜血的狼狈倒飞而出 而那庞昊 也是彻底地暴露在了 半空的雷光之下 林栋 你当我怕你不成 庞昊面色煞白 但那眼神却是涌出一些暴力阴狠 一声爆喝 手掌一握 那柄猙獰的黑色长枪 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一股灵力的波动 散发而出 九尤底魔枪 庞昊手持黑色长枪 庞博原力涌动 百丈枪芒 仿佛是在那九尤中 冲出的凶兽 夹杂着滔天的阴煞 直冲头顶而去 哼 现在的你在我的眼中 不堪一击 雷光之中 有着一道冷笑传出 旋即雷光突然被撕裂 扇朔着雷霆的雷地全杖 轰然而下 狠狠地砸在了 那百丈枪芒之上 两者接触 雷鸣响彻 那看似凶悍的灵力枪芒 却是瞬间崩溃 而那雷地全杖 则是湿如破珠的落下 最后 在盘浩那惊骇的目光中 毫不留情地 砸在了其天灵盖上 冬的一声 低沉的声音响彻开来 盘浩的脑袋 如同碎裂的西瓜 在此刻突然爆炸而开 鲜血四射 极为的雪星 而在庞浩脑袋爆炸时 突然一道金光 自习体内爆射而出 亡命般地 对着远处逃顿而去 隐约间 有着怨毒的尖利 跑一小传出 林冬 你记着 我九幽门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林冬面色冷漠 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庞博的精神力 便是席卷而出 化为一只大手 穿透空间 一把便是将那道金光抓住 啊 不要 庞浩七里的惨叫声响起 不过 他的惨叫声刚刚落下 那精神力大少 便是瞬间紧握而下 直接是生生地 将其原神捏抱而去 七里的惨叫 在天空上远远地传荡开来 天雷岛上 那些想者望着 远处那道消瘦身影 心头不由得 泛起了阵阵寒意 这番手段实在是太狠了 竟是连元神都不放过 这家伙是个狠角色 一些人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萌生的退意 宝贝固然诱人 但那也是得 有命享受才行 是林冬的势力 显然远远地超出了情报所说 这次交手没多久 便是斩杀了两名死玄境强者 而且下手 还是这般的干脆利落 不远处 刘湘轩望着这一幕 翘美的脸颊 变得格外的凝重起来 那两名玄天殿的死玄境强者 落到了他的身边 神色已不如刚开始的 那般轻松 这里的事情 玄天殿还要插手吗 林冬的视线望过去 看着刘湘轩轻声道 刘湘轩望着 那面色平静的林冬 心头也是有些泛寒 他知道 如果林冬要对他出手的话 绝对不会因为 他这副 足以让男人心生怜意的 绝美容颜 又丝毫手下留情 眼前之人 心性坚如磐石 远非他可比 刘湘轩身旁 那里名死玄境强者 眼神一沉 刚要站起来 然而他们的身情刚动 刘湘轩却是突然出声 宣记 他深深地看了林冬一眼 说道 等等 先前的事 我在这里说声抱歉 接下来 我们玄天殿 不再插手 小姐 那中年男子 两人文言 面色微变 刘湘轩 白白御手 说道 此事 我自会回去交代 我们这里的人马 对现在的他 已无威胁 何必再无畏牺牲 我们可以联合 那圆门的人 中年男子道 柳湘轩轻吐一口气 风满胸脯 轻轻起伏 他喃喃道 没用的 听我的吧 他的感知 素来极为的敏锐 从现在的林冬身上 他感觉到了一种 极端强烈的威胁 那种感觉 就如同在后者的身体当中 蕴含着什么 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 中年男子两人闻言 犹豫了一下 最终只能有些不甘的 点点头 林冬看了柳湘轩一眼 拳起轻声道 既然如此 之前的恩怨 一笔勾销 他虽然对着玄天殿 也是有些不顺眼 但他却是明白 眼下最棘手的 还是圆门的三个人 因为在他们的身体上 林冬缓缓抬头 目光摇摇地 锁定着霍原三人 淡默的声音 也是随之响起 你们的体内 似乎有着 什么古怪的东西 是 一模吧 当林冬此言落下 那一直面带笑容的霍原 脸庞上的神情 终于是缓缓地 凝固了下来 舞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清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舞动乾坤 第九百八十六章 第九百八十六章 魔迹 山峰之上 霍原的面庞笑容 缓缓地凝固 那双目的深处 似是有着极端阴森的波动 在涌起 在其身旁的李雷两人 袖袍中的手掌 也是在此刻微微曲卷 指尖黑气萦绕 呵呵 一模 那是个什么东西 霍原脸庞上的笑容 凝固片刻 旋即又是缓缓散去 他盯着林栋 淡淡地笑道 林栋的目光 同样是眨也不眨地 盯着霍原三人 此时在其双眼的深处 黑光雷光 同时地涌动着 只不过外人 却是丝毫看不见 从最开始见到霍原三人时 林栋心中便是有着别样的不舒服之感 不过 起初他也只是以为那些家伙 应该是原门三人弟子的身份在作祟 但此次再度相见 那种感觉却是瞬间膨胀了许多 而这一次 林栋也是感觉到 那种感觉竟然并非是来自他本身 而是来自他体内的两大祖福 那种感觉中充满着排斥与抗拒 甚至厌恶 而这个天地间 能够让祖福如此排斥的东西 除了那些所谓的一模之外 林栋无法想象出第二种生物 对于这种结果 林栋心中显然也相当震惊 他无法想象 这霍原三人 怎么会跟一模惩战关系 看他们的模样 的确是货真价实的人类 但从祖福反馈回来的波动来看 这又绝对是假不了的 而这唯一的答案 便是霍原三人的体内 应该有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或者说 就是一模的潜伏 不得不说 这些一模潜伏的机微的成功 如果不是林栋体内 两大祖福共同感应着 以及回馈 恐怕即便是他 也是无法发现 霍原三人的秘密 看来那些一模 如今已经开始彻底的 混入人类世界了 林栋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灼灼地盯着霍原三人 缓缓地道 霍原面色依旧淡默 只不过林栋依旧是从他的眼中 觉察到了一抹略过的灰暗 与阴毒之色 如果你以为说这些不知所谓的话 能够让你逃生 恐怕是要大错特错了 霍原淡淡一笑 说道 你这条命今天我们必收不可 哼 杀人灭口吗 林栋笑 只是那笑容中 同样是有着浓浓的杀意涌出来 看这情况 这霍原三人与一模 应该是逃不了什么关系了 正好 若是解决掉他们的话 他或许是能够获得一些 有关一模的情报 虽然林栋知道 他现在并不太适合 与那些一模接触 但身为祖父掌控者 特别是他还身怀两大祖父 这之间有些责任是无法避免的 即便他一直的躲着 这一模也迟早会找上门来 既然如此 还不如寻找机会 略做主动 林栋的性格向来不会坐以待避 在天雷达的周围 其他人对双方的谈话 倒是略感茫然 即便是柳湘轩他们 都是微皱着眉头 知晓一模存在的 除了林栋这种特例 大多都是这世界上顶尖的存在 柳湘轩他们不知道 也并不奇怪 林栋哥 这三个家伙很古怪 木陵山见到 林栋和霍原三人对峙 也是连忙地提醒到 林栋轻轻点头 轻声道 嗯 林栋 不要插手 我来对付他们 木陵山文言 微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他能够感觉到 如今林栋的实力 似乎大为精进 眼前的霍原三人 虽说厉害 但林栋同样是 不是省油的灯 凭你一个人 想要对付我们三个人不成 你当我们 是圆仓那三个猫头小子不成 那一头银发的苏雷 面带嘲讽地望着林栋 说道 你们最终的决局 会是相同的 林栋手持雷地拳掌 缓步上前 浓郁的清光 自己体内飞速地涌出 隐约间 还有着低沉的龙音之声传出 那声音中 充斥着强横的力量之感 既然别人有这番魄力 那便成全了他 霍元一笑 只是那眼神格外的阴沉 他性格谨慎 如今也是清楚 林栋的实力 比起两个月之前大有长进 虽说三人同时出手 或许颜面不好看 但那种东西 对于霍元来说 显然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他是那种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的人 所谓的规则 于他而言 本就没有什么束缚 固执地讲究着 什么单对单的公平决战 在他看来是一种 蠢到极致的表现 也好 那皮肤闪烁的 玉色的陈灵 也是微笑点头 林栋双目微眯地望着三人 体内原力在此刻 突然呼啸而起 泥满宫内 彭博精神力 也是如同狂风一般刮起来 他知道 眼前的霍元三人 可绝对比那灰发老者两人 更为难缠 而且谁也不知道 在他们的体内 究竟隐藏着 何种等级的一模 这一切都必须 谨慎对待 就在林栋体内 原力奔腾时 他的眼神突然一凝 只兼得 那身风上的霍元三人 突然是在此刻 诡异地消逝而去 林栋望着 这诡异的一幕 眼盲微闪 但却是没有丝毫慌乱 双目更是缓缓闭上 庞博精神力 蔓延开来 宛如一层层 无形之网 散发开来 感应着 周遭天地的 任何的波动 众多强者 望着天空上的这一幕 眼神皆是有些凝重 显然是能够觉察到 其中所涌动的 那种危险的暗流 这种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显然是相当的可怕 近乎凝固般的安静 笼罩着天空 那里林栋手持雷地拳掌 闭目而立 庞博的园里 在其周身呼啸凝聚 消失了吗 滴滴的喃喃自语 在林栋心中响起 他发现 即便是他将精神力扩展开来 竟然依旧是未能发现 霍原三人的踪迹 他们三人 仿佛就这般诡异的凭空 化烟消散而去一般 不过 虽说眼下情况略显诡异 但林栋的心神 却是反而的越发沉寂 那些四周喧哗的声音 已是在此刻被剥离而去 整个天地 围有着他一个人 凌空而立 而在这般状态下 林栋心境 犹如化为明镜 翻射了天地间的 一切影像 而在这种反射中 三道近乎烟雾般的 飘渺人影 终于是出现在了 林栋心中 但在林栋发现 这三道犹如烟雾般的人影时 他们竟已是出现在了 林栋周身 杖许距离 林栋双目 豁然睁开 他的一只眼瞳 呈现黑暗之色 另外一只眼瞳 则是雷弓轰鸣 极为的奇异 三道灵力道 无法形容的黑弓 在伊士尔纳之间 突然撕裂空间 一股急剧杀伤力的波动 也是随之丧开 直奔 林栋咽 心脏 后背心三出要害而去 这三道攻击 快得难以想象 几乎就在出现在刹那 便已抵达林栋的身体 然后 直接便是在这一道道惊呼声中 洞穿了林栋的身体 被击中了 一些骇人之声传开 谁能想到 这霍元三人的攻击 竟然如此的快速 根本让人防不胜防 不对 不过很快的便是有着一些惊声 接着响起 因为他们发现 当三道黑光撕裂林栋身体时 竟是没有丝毫鲜血喷出 而林栋的身体 也是逐渐的变得淡化而去 残影 三道惊讶之声 在那空荡荡的空间之中响彻 旋即三道人影闪现而出 霍元三人的面色 显然是恶然了一瞬 显然他们同样是没有料到 他们的攻击到的目标 竟然只是一道残影 而能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残影留下 本体顿出 那种速度该是何等的惊人 小心 霍元眼神阴沉 突然一声立鹤 就在他的鹤身刚刚落下的刹那 上空突然有着轰隆之声响彻 一道庞大的阴影笼罩下来 化为一座巨顶 顶口犹如巨兽之口 自上而下 然后便是直接地将霍元三人吞了进去 坟天顶将三人吞进 林栋的身影也是快若鬼魅般的闪现出来 此时在其背后 有着一对庞大的龙翼伸展开来 龙翼微微震动间 竟是连空间都是出现了细微的扭曲 汪延师兄 你姐姐的仇 今天我便为你报了吧 林栋眼神冰寒地望着分天顶 旋即身形移动 也是迅速地冲了进去 他知道 这霍元三人极难对付 而想要将他们收拾 恐怕两大祖福 今天是必须得同时动用了 武栋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永波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武栋乾坤》 第987章